嗨 大家好 我是彤彤 身為SPA按摩控 我最喜歡去做SPA按摩 而且我常常覺得肩頸痠痛 而且我全身都很容易 就是覺得坐太久使用手機太久 覺得很不舒服 如果你有跟我一樣的困擾 我今天要來分享我平常愛用的按摩小物 還有我最近去了 斯蘇亞SPA體驗的新的課程 今天也一併分享給你們喔 現在桌上這些東西 就是我平常會使用的按摩小物 那這些東西大家都非常好買 那第一個就是大家平常都可以看到 就很多地方都有賣 而且也很便宜 那這個就是很多雜誌上都會教 就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按摩新手 那你一拿到你就會使用 因為它就是滾輪 腳鋼輪在上面 那你就是按照自己的淋巴 尤其是按腿會很舒爽 然後你覺得不舒服的地方可以按 還有按脖子啊 那種肩膀的地方 那再來另外一個是 這個之前也有流行過一陣子 它叫做低周波 那它有點像是電療的方式 如果你有看過你媽媽去做部件的電療 它是一樣的東西 那只是說呢這個是你自己屬於你自己的貼片 那你就只要把這個東西呢 這個黏黏的這個 貼在你不舒服的 比如說肩頸或是小腿肚啊 平常穿高跟鞋的女生都可以用 那再來是最近很紅的筋膜按摩槍 那主要會買它的原因呢就是因為它是粉紅色 那顏色很療癒嘛 所以就是你看到它你會想說不管到底要不要用 那你還是先買了再說 如果你平常跟我一樣常常都需要滑手機滑一整天 或者是你需要就是坐在辦公室啊 固定同一個姿勢太久 那你常常會覺得你的肩頸啊 或者是說你的腰會特別的痛 因為你固定姿勢太久有點像是 你的肌肉所有就會僵硬 那你就需要這個按摩槍 那你就可以拿這個一直按按瘋狂按 還有按你的腿啊 還有那個後腰 那這個按起來就很舒服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現在就是有些人也會使用這種 有點像是按摩眼睛的儀器 說實上這些小物雖然是我平常愛用的 可是呢對於我來說 它們這些其實是有點不夠的 因為其實很多地方啊 我們真的自己都按不到 尤其是後腰啊 還有我的後背 那像這樣子的話 我還是真的很喜歡去給B&M按 畢竟給B&M按還是最舒服的 所以呢我今天要來介紹兩個 我去施書牙體驗的兩個SPA課程給你們 我這次去體驗的施書牙呢 它是來自日本的一個品牌 那它已經有60年的歷史囉 在台灣有非常多家的分店 那其中它在大直美麗華開了一家新的店 我這次呢去體驗的兩個課程 其中一個是臉的 另外一個是身體的 那臉的是極光水量分子課程 聽起來就很厲害吧 聽起來感覺就是做完之後臉就會非常亮 那它呢其實是一開始會先幫你做去角質的動作 那之後呢會用高濃度的玻尿酸來幫你保水保濕 然後讓你增加你的彈潤度 所以獨特的是它會用48道的手機按摩你的臉部跟肩頸 那它會用引流淋巴按摩的方法呢 來彈潤你的臉部 然後讓你的輪廓變得更緊實 那其實呢我們常常都要講話幹嘛啊 然後很多人都會有做表情 所以你的臉其實常常會感覺到你的肌肉痠痛 尤其是你喜歡一邊看電視一邊咬東西的人 那如果你來做這個時候 你會特別的感覺到放鬆 尤其你會覺得你的輪廓啊 尤其是側面的線條整個被拉上去了 你知道它最獨特是什麼嗎 最後它會用水晶球很像變魔術一樣 在你的眼周然後按摩 它那種冰冰涼涼的感覺 按完之後你的臉都變亮了 而且很緊實喔 再來我要介紹我這次去嘗試的身體的課程 如果你跟我一樣每天都覺得非常非常的勞累很疲憊 每天都累得像狗一樣 而且都覺得睡不著很累的那種人呢 你一定要去嘗試這個課程 這個課程叫做睡美人舒眠課程 美容師呢會先用溫熱的精油來幫你做舒緩放鬆 然後那個精油聞起來味道真的很香 它呢據說是有抗憂鬱抗焦慮 還可以鎮定的功能 所以呢它在幫你使用的同時 其實你就會默默慢慢的 如果你有什麼失眠的困擾 在那一瞬間你就不小心化身為睡美人的睡著了 課程呢會先從上半身的背部開始 那筋膜的按摩與筋膜的放鬆 那它會從你的肩頸開始延伸到手臂 整個手臂的伸展 然後尤其再來按到你的背 然後讓你的背整個都被打開的感覺 如果你常常覺得腰痠背痛 低頭滑手機的人在這一個時刻 你會覺得特別的有感覺 你會覺得整個背都被展開了 那這是你平常按不到的地方 所以你會覺得後面就是整個舒暢 那接下來呢它就會用淋巴引流的方式來按你的下半身 按你的大腿啊小腿啊 按完之後你就會覺得整個下半身是輕飄飄的感覺 這次去體驗的施蘇牙呢 它是以日式的手機文明 臉部跟身體的按摩師每個人都非常的專業 而且都很按到點 還會讓你覺得壓力都釋放掉了 重點是最近真的天氣真的開始變涼了 大家好好的利用SPA來寵愛一下自己吧 那下次如果希望我在分享什麼其他美容好物 或什麼有趣的東西 可以留言給我喔 掰掰 按整一下 olarak 祝禦